哈囉!我是Jini!我是Korea! 我們是美張保姆! 嗚呼! 很順欸! 最近呢,我收到網友私訊問我說 欸!你們是不是還沒有交過修眉毛啊? 怎麼可能? 真的沒有欸! 真的沒有喔! 我的錯!我的錯!我的錯! 好啦!我們就有球兵速速伸出這一隻啦! 今天可以演講這個很完整的更臉盤喔! 修眉畫眉一集搞定! 而且我們為了要更有真實性說我們一個禮拜沒有修眉毛 所以我們現在... 其實把那個雜毛留著 你留出來!好不習慣喔!好不舒服喔! 來修給大家看! 首先呢,我們先來分享一下我們平常的修眉工具好了! 我自己用客人的時候會喜歡用電動的 因為我的手勁很大 我很容易把你說要流血 就是我以前有修過一個知名的模特兒 我知道! 然後一修想說 欸!怎麼紅紅燈! 血就這樣一出來 然後後來我就... 就嚇到了! 對!我就用電動去沒有到電動去沒有到 電動去沒有到只修你的毛不修你的皮 對!但是因為瑞里你自己用還是是用這種人工手動的 對!自己用電動的話會有點太快 我自己呢,比較喜歡這種極小修眉刀 有時候我們修眉毛根本沒有需要那麼大量跟快速的修眉 我們只需要修一些像眼皮的這些小小毛啊 眉頭雜毛啊 如果今天你準備還是跟俊妮一樣 就是這麼大的時候 修這個中間的時候你是不是眉頭一起修掉了? 所以我會用這種有沒有? 迷你一款! 啊!因為我這支就一直用它一直用它 我不曉得有做迷你的 還有鑷子 男生女生都一樣 就是眉毛那一兩根你都要斤斤即將 因為少一根有時候眉心都不及了 所以你用鑷子拔掉 就是拔那個完全不需要那個就這樣 順毛打 好!我的話就是跟妳說這個萬年 萬年基本又不會受傷的這個安全刀片 這個就它上面有小設計嗎? 一層一層的 所以我從來沒有因為它而刮受傷 我就覺得嗯!它很好掌控 所以我才都沒換啊 你們看它有個弧度! 很好握住的感覺啊 然後我另外還會準備這樣子的 你看!這不是我凹的喔 原本買來就是一個七字型的 對!所以你就會很好拿 然後配小剪刀 這個組合呢就是我的打包組合 而且打包也是你教我的 我覺得女生的眉毛有時候打包比較好看 對對對! OK!那這就是我們的工具啦 那再來呢就是要進入化眉的部分 如果你已經是趕快化妝了 然後我告訴你就是當然可以先修眉再畫眉 但是你對修眉毛完全沒有概念的人 我給你推薦你一個逆天的方法 先畫眉再修眉 大家都想說怎麼可能屁屁屁 你先畫得出來之後 你就把自己原本想要的那些毛都已經留下來了 沒有畫到那方修掉就好啦 可是不問畫的人就會不小心跟著那些亂亂雜毛一起畫下來 都看到我們那麼久了 不問畫眉毛 不要這樣! 我們妝伯母其實四年了 但是呢我自己覺得如果你此生還沒有修過眉毛 而且你的眉毛是那種一眉到人 很毛毛蟲很亂糖粗很厚的那種人 請你先除外 你還是先去找桂姐修出你人生第一條眉毛 不然你觀看這支影片你會很紅 那我們這個先畫眉再修眉是比較佛 你已經畫過了 你也這樣怎麼是好看的 可能還不太會拿捏 還沒那麼完美 我沒有那個框架的時候 我會亂修的時候的那種人 很多人不都去紋眉跟朴眉毛 那最後那個紋眉朴其實就說 你只要修那個不是那個有顏色的地方 你就把它學到就可以了 概念是一樣的 對!是一樣的! 一萬一填滿顏色的 對!就是你要的那個形狀 但是今天你學會這個 你就不用去霧眉囉! 因為有霧眉的感覺 那我們就先來畫眉毛玩 我們今天要用的是妹鼎 新一代的軟弱真眉柔霧塑型眉膠筆 像Gini之前啊她有霧眉過 不過已經掉色掉得很嚴重 現在都變得灰灰卡卡的了 對!掉得差不多了 你看尾巴都不見了 對!給大家看一下 我剛剛先把這邊修乾淨了 這邊是還沒修有沒有 雜毛一堆 長度也撐齒不齊的感覺 我用這支BR7幫Gini畫 然後呢我們在想一件事情 眉頭到眉尾先結成一條線 這條直線下面是不是有很多多餘的那些雜毛 那那些就是等一下需要修掉的 那這條線怎麼定位啊? 這條線很簡單 你可以拿出一個直尺或者是一個直線的東西 都可以 像我這是挖棒 從底線接到眉尾有沒有 等於說這底下所有的眉毛都得修掉 所以你看喔 我這個時候下緣已經量好了 我畫直線的時候會遇到一個問題 有些人的眉毛是太多 所以全部需要消掉的人 但有些人是填不滿這個直線的 填不滿這條直線的時候 沒有的地方 要特別畫上眉筆 多退少補的概念 你看你現在眉毛它想要一條直線 可是你下面整個是圓弧的 那你這條直線就會有空洞很多 對 這邊就是你要該補起來的地方 你今天是這樣很肥的眉毛很醜的形狀 對 但你的直線只在這裡的時候 你現在底下是全部都得修掉 對 修掉 只要你衡量出一條直線之後 不用想眉型怎麼畫 就是從頭直線畫到底 它沒有任何的技巧可言 它就是一條直線 老師那請問手勁呢 手勁呢 就是小力點 我今天輕輕的沒有動到任何皮膚 我就可以畫出一條直線 像是畫素描啦 描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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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底線都畫完對不對 不要想著以前那個畫法 是要把它框起來那個畫法 我們把下面這個顏色 輕輕用刷子往上帶 只要把這個顏色往上走 往上走 往上走 不要刻意去畫一個上面眉峰的眉型 它是不是眉毛就填滿了 好啦 那你看你現在是不是像整個鋪上眉粉的感覺 這個是第一次上眉毛 你如果今天想要眉毛 再更銳利更明顯一點的話 我們就來上第二次的底線 第二次之後是不是下面的顏色 又更銳利更明顯了 這個時候一樣 再把它往上暈 往上暈 往上暈 整理好的就是一整個眉毛啦 尤其像是現在很多女生都會去聞美 你這樣畫通透感濕 那先不要把它畫完 我們要來修眉毛了 好 那我們先修眉毛 然後等一下還會再繼續畫 繼續調整 好你看 這個現在就是你一樣的眉型了嘛 只要在你沒有畫的這個位置一下的 就全部都修掉就好啦 那像我會喜歡畫那種比較溫柔的感覺的眉型 這樣子也是適合的嘛 適合啊 因為你剛剛一開始就是平行線了 是一個看起來比較平眉溫和 溫和無害的一個眉型 對 像這邊是不是有兩根這種掉下來的 那這兩根就是不要啦 有沒有就可以把它修掉 有沒有 它這樣這個線就乾淨了 是 我就把這條底線下面的怎樣嗎 全部給它修掉 不客氣不用客氣 不用客氣 OK 好那順便講一下要怎麼樣打薄眉毛呢 雖然我刻意留了一個禮拜不修眉 想要示範給你們看 但是那個厚度還是沒有累積的很多 但是呢還是要示範一下怎麼樣打薄你的眉毛 你用螺旋刷啊把眉毛頂起來 有一些太超過眉毛的地方 你就用剪刀輕輕剪那個被你螺旋刷頂起來的地方就好了 多餘的毛 多餘的毛 不要梳一梳之後 你用眼睛看結果它多出來直接去修 直接修掉的時候 你不知道你濕力有多大 你可能一剪太深 你就眉毛缺一個洞 對 就譬如說這個是眉毛嘛 用這個螺旋刷這樣往上刷的時候 有沒有上面這是多的 多的了 超過你眉毛最輕的 來拿剪刀 剪掉 就是這樣 你的眉毛就是標準長度 那如果欸欸欸沒有什麼多的 那就是不用修 對就是不用修 沒有每個人都要修 很少人就要打薄眉毛很少很少 我這個也是久久修一次 再來呢就可以再看看你要把眉型加到完整的程度 你看喔我們現在轉過來一點點 這邊是不是缺一角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邊突然空掉的感覺 輕輕的把這邊加進去就好了 像這個樣子 好你看是不是這個缺一角的顏色就不見了 就整個就很平順了 很像眉粉走過一次覆蓋一遍那種霧眉感 那眉尾的長度要怎麼拿捏呢 很多人都會說什麼 鼻翼眼尾這個比例對不對 我跟你說這個比例就 你就不要管了 這個比例很失敗的一個點字 你每一次畫完眼線 你的眼尾就到這了欸 我要變成這樣嗎 不對 又過長了 所以到底要對什麼時候呢 不管 現在也不流行那種什麼 黃金鼻翼那種眉型了 左邊畫多長 右邊就畫多長 嗯 還是要試啦 對啊 因為你跟著黃金比例都是 其他人可能適合 對啊 黃金比例都用什麼劉佳玲的臉 什麼 你又不是劉佳玲 為什麼是劉佳玲 因為我以前看過一張照片 那個黃金比例然後把劉佳玲放上去 真的假的 然後他跟那個黃金比例長一模一樣 哦 這也沒有什麼比例問題 這個眉毛是不是看起來很舒服很順眼 對 我很喜歡這種眉型 結果又要看起來很溫和溫柔 很像韓劇女主 對 沒有太強調眉毛怎麼樣 沒錯 然後加上我們這個眉筆 它是那種有點融物質地的 看起來會更溫和溫柔 那另外它是這個三角水冰形狀的筆尖 它看起來偏粗 但是不用怕我跟你說 因為它的優點就是 比較快速的畫 可以快速的鋪色 這樣大範圍可以評估嘛 它轉過來尖尖出 它可以勾勒一些缺角的地方 這個勾勒呢 不是要你畫野生的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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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 它是比較容易讓你勾勒出你想要的眉型形狀 大範圍快速的 所以呢 這支眉筆呢 就畫起來是非常的快速 像你如果眉毛中間有空洞人 你要畫這個空洞人 必須一定要順著你的毛的方向去 如果你今天的毛是長這樣的 你這樣去畫的時候 是不是一直跟他們打架 對 你順著畫你要畫得進去 那個皮 那它後面附的這個螺旋刷 就很常會拍得這樣很長 因為這支筆呢很好畫 盡量不要太長來回來回 那如果你真的來回路開始有一些結塊感的時候 你就用後面這樣去擦掉它就好了 那如果你畫完之後 你覺得你稍微有一點畫得太重了 你就用後面這個螺旋刷 快速的把它們刮掉刮掉 輕輕的喔 輕輕的喔 它就會自然的被剪層幹囉 喔 被暈開了 你看像這樣子有沒有 剪層幹囉 最後定案了 我沒有就是想要這樣子 這個時候來怎麼辦呢 再拿出你的修眉刀 眉心的眉毛稍微修一下 還有一個地方 我想大家都會忘記 這地方超級無敵重要的 你剛剛眉毛我是已經畫直線了 這個直線下面的眉毛是不是也應該都修掉 這邊很多人都會留一大堆線接到這邊 喔 喔 喔 你說毛都長下來這裡對不對 對啊 眼窩 這樣你的眼窩就會看起來髒髒的 然後上面呢 修到什麼程度 我們只修跑到額頭上面的這些小小的碎碎的毛 眉毛不要修得太乾淨 這點是我一直以來一直強調的 因為今天整個臉上的重點 就不是眉毛啊 眉毛只是一個輔助道具跟工具 它是讓你的五官看起來更立體 而不是我今天要這個眉毛出去跟他說 我今天畫的是女團眉 我今天這個是宋慧喬眉 它的乾淨度就不用到這麼銳利 好像邊邊一根毛都不行 而且其實現在很流行 有一點點毛在旁邊的 很鬆軟毛毛的這樣 我覺得這支很推薦給懶人新手 當你的第一支眉筆耶 就像我們說 我們覺得它跟那種柔霧眉毛的風格 看起來是差不多的 就不用擔心的話 不然會很假或是很失手這樣 給大家兩邊對比一下 這邊是完全沒有畫眉毛 這樣子 這邊是已完成 而且BR7這個顏色真的太適合我了 推薦我覺得BR7是萬用色 好看的眉毛呢 就是可以完全融入在你的妝裡 我覺得這支自然到 它可以拿來畫臥蠶下面的這條陰影線 不會很發脹 可以耶 BR7 那我們一起來試試看 因為這個眉筆它有主打說它抗摩擦 我們來給它摩擦看看怎麼樣 好 沒有摩擦 不要再騷擾我了 我也沒有刻意定妝 我們就是畫完 再來稍微等它乾了之後 完全乾爽之後 脫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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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BR1 然後你看我這邊的雜毛是不是很多 隱隱約約有個眉型 又不是很明顯 有在他們發現這件事 所以我就會先把我的眉型給勾勒出來 直線嘛 我也是一樣這個畫法 直線 直線到底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有個很明顯的直線呢 這個時候我就把底線下面的雜毛呢 都用修眉刀把它修掉 就可以得到一個非常乾淨的眉毛下方了 連這個中間都要修 底下現在就非常乾淨的 很鋒利想要把它刀一下 一樣我把這個眉膠往上暈 往上暈 只要把它暈完了 我就會獲得一個鬆鬆軟軟淺 自然的眉毛 像是用眉粉帶過的樣子 第一次畫完就是會像眉粉帶過的樣子 那如果你想要再看起來更誇張更瑞的話 你就可以畫第二次 來我來幫瑞示範 我從這邊一筆畫過 加強 我們再用眉刷 往上暈染 只要不要這樣搓 順毛 整部就像畫完的啦 而且會有通透感 你會覺得它是自然的 你看喔 我現在是不是尾巴有個空洞 這個時候就可以用 利用它的這個水滴形狀 順著你的毛去 天天天 你看是不是就滿了 是 我們兩個都完成兩邊的眉毛啦 不管是什麼髮色的人 這一支眉膠筆 你就可以找到適合的顏色 我們來跟大家推薦一下吧 像黑髮的人啊 我覺得BR7跟BR1都很適合 我是深色 我有染頭髮 我是那種很深的巧克力色 我BR7可以 我是原生黑髮 BR1 BR7應該是萬用色吧 非常萬用 就是進可攻退可守 它可以兩層變深 一層飽飽跟淡 那如果是比較淺髮的人 也可以BR7嗎 可以啊 一小層就好了 萬用萬用 那如果是暖色髮 我推薦BR3跟BR8 喔 可以說紅 沒有紅 沒有黃 那如果是最淺色的人 最淺色的話 就是只有BR4可以選 因為它是可以配合髮色的 然後用完之後呢 你可以再把眉毛染掉 我們前面就是完整的示範 也就會講到它的優點 那我覺得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很實色 因為我平常試是 騎瀏海的造型比較多 今天是因為要給你們看清楚 所以就把它打開了這樣 騎瀏海的狀況下 我出去一整天啊 流汗啊 有點出遊啊 我覺得狀況都還是很好欸 希望大家就可以順利的畫出眉毛 跟修出好看的眉型啦 畫出自然的眉型 就是這麼的簡單 嗯 不用想的太複雜 我覺得這算是萬用畫法吧 對啦 好啦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記得要喜歡 還有今天我們票就是拍片 這邊是我們的IG跟女書 也要趕快來追蹤欸 要欸 不可能啊 沒有追蹤吧 那我們就過一天下次見 掰掰 欸我之前很像那個下班回來 看到新婚交籤喔 哈 馬哥不要 趕快啊 不azing 呀 哈 哈 哈